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战胜你的恐惧感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公司 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讲师 不过呢 他却因为自视甚高 常跟自己的直属主管起冲突 不时出源顶撞 造成主管在管理上很大的困扰 当时主管顾虑这个问题 如果处理过当 导致这位讲师不高兴而离职 公司会蒙受损失 毕竟要培养能够替代的人才 也很不容易 因此并没有立即处理 这位讲师的态度问题 只抱持着能干的部署 难免会不容易相处的想法 索性只看他的绩效 态度不佳等问题就不太管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讲师自行申请转调中国 但去到了新据点的工作后 他的个人行径越来越夸张 经常尖刻地批评部署 把工作气氛搞得很不愉快 由于当地很多同仁相继 愤而离职 主管设法辅导他 改正自己的作为和态度 没想到他很敏感 稍微被刺激到就反应激烈 满腹委屈地说 公司不挺他 不了解他开拓市场的难处 完全没有认错于改正的意向 最后这位讲师 以无预警的离职收场 让公司为了临时找人 接替他而焦头烂额 事后回想 这位主管当时不能当机立断 去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的后果 就是小病变大病 不但让这位优秀讲师 错失了改进与成长的机会 公司也失去了一位大将 造成双输的结果 前的朋友 你也曾经因为害怕 而做出让你后悔的决定吗 故事中的主管 回忆起这件事情时 他说 如果事情重来 我应该提醒自己 身为主管 该做决定的是我 他不应该在压力下 错失做出正确决定的机会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在患难之日 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在这里说 当你在面对困难 面对患难时胆怯 本来你有十分的力量 都会变成只有六分五分 你的力量就会被吞吃 恐惧叫你还没开始打仗 就已经输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惧怕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在我们人生当中 恐惧会吞吃掉我们许多的机会 让我们棒打困难 棒打问题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上帝 是叫我们在真理当中 得自由的神 恐惧可能会让你 错过上帝给你的机会 错过上帝给你的应许 和上帝所要给你的产业 但是上帝可以帮助你 脱离恐惧 所带给你的限制 上帝也能够赐给你勇气和能力 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带你回到上帝所应许你的祝福 就是你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此爱随着你 今天把你的心交给上帝吧 上帝必要赐下他的恩典和能力 挪去你生命中所有的恐惧 恢复你的信心 使你有信心和勇气 面对未来的挑战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